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军队运兵车车队 从当地居民上传互联网的短片可见 有超过30辆运兵车经过 并有多辆武警装甲车随后 据香港媒体称 13号凌晨1点多 军队开始清场 现场枪声不断 导致遇百人死伤 数百人被捕 事变起源于上周五晚 增城新唐镇大敦村一名孕妇摆摊时 遭当地质保会人员暴力殴打 由于流传女侍主胎死腹中 激起民愤 在当局严密戒备下 参与示威的御万名名工 12号深夜突然扩大抗议示威范围 部分人冲出市中心 途中建车就砸 并送火烧车 活道上近百辆自家车遭破坏 路上出现十多处火头 金唐人记者张杰综合报道